為大家播報本週的十二星座運勢 那麼本週是三月十六號到三月二十二號 跟星座整體運勢 在這一週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們來請觀眾朋友參考一下 你的太陽還有上升星座 那麼太陽上升星座同樣的參考 能夠更進入了解到 本週的這個運勢的狀況 首先我們看兩個星的朋友 星座運勢有水瓶座的朋友 是肩頸比較痠痛 那麼這一週可能工作比較操勞 或者是說比較晚睡 如果有受傷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熱敷 或者是做一些這個民俗療法 能夠幫助你恢復健康 再來處女座的朋友 本週會有一些睡眠不足的現象 那麼處女座在這個現象 比較明顯請你特別小心 再來兩顆星的朋友 有獅子座的朋友 在這一週遇到了感情不佳的現象 那麼如果說夫妻兩人 或情侶兩人是兩地相隔的話 那麼建議大家 一定還要保持好好的聯繫 千萬不要越來越吵架 三顆星的朋友 我們看有哪些星座朋友上榜 獅子羽羊座的朋友 在這一週適合投資布局 所以牡羊座的朋友 投資布局這個時間是好時機 再來三顆星的朋友 有雙魚座的朋友 適合創業 那麼雙魚座的朋友 創業成功的機會要及時把握 再來三顆星的朋友 我們看一下摩羯座的朋友 這一週適合安排旅行 想要野餐 想要旅行的朋友 這個是一個好時機 不要錯過春天的美景 來四顆星的朋友 我們看看有哪些星座朋友 幸運上榜 射手座的朋友 恭喜你有貴人相助的好運氣 當別人給你一些良心的建議的時候 要能夠善意的去參考 再來我們看一下四顆星的朋友 我們恭喜天平座的朋友 很好的靜財的時刻 就是說把金錢入袋為安 再來四顆星的朋友 我們還恭喜天蝎座的朋友 是桃花綻放的好時機 那麼單身的朋友 有機會告白已婚的 或者是恋愛相處的對象 甚至還有懷孕的好運氣 再來看一下五顆星的朋友 本時候運氣更好了 有巨蟹座的朋友 是人氣上揚 大家喜歡你 所以巨蟹座的朋友 可以把握人氣上揚的好運氣 再來五顆星的朋友 我們看一下 雙子座的朋友 恭喜是嶄新的局面 這一週的事業方面 或生活方面 展現了一些新的契機 可能展開了一些新的學習計畫 或者是參加一些新的社團 整體來講非常的心情好 再來五顆星的朋友 我們要恭喜 金牛座的朋友 這一週獲得了事業攀升的好運氣 整體來講就是非常的好運氣 再來幸運加碼的部分 我們來恭喜 來感情最旺的 我們要恭喜甜蝎座的朋友 工作最旺的 工作非常棒的是金牛座的朋友 財運最好的 一定去買彩券 試試手機 因為財神在找你的事 天秤座的朋友 以上給大家做參考